現在拜登他可能又回到他家度假的地方之後 他要關心的是什麼 建議你應該要關心一下這件事情 因為現在金磚峰會即將要舉行 這次地點在南非 習近平人也已經出發來到了南非 好來看看這個畫面 他下飛機了 然後同時也看到南非總統拉馬佛沙親自來接機 這一回基本上習近平他是來到這裡 他除了要來參加金磚首腦的年度峰會之外 他也要參加這個中國非洲的首腦會議 同時跟南非來做國事訪問 所以是由南非總統親自來到紅藩這邊來進行接機 而習近平這一次他除了帶著他的外長王毅一起出來之外 還帶了他們的中央辦公廳的主任蔡奇 他兩邊各有各的任務 王毅當然就知道了 必須要來好好的講一下各國的外交情勢 至於蔡奇呢 則是上一次去俄羅斯的時候 也帶著他要來做政宣任務 這次基本上是習近平他在第三任呢 到目前為止第二次的出訪 今年第二次的出訪 好中國的金磚峰會 現在是不是要搞大事 親自的來意圖要成反美的最大聯盟嗎 主要原因是因為這一次金磚峰會 有一個非常重要要討論的就是呢 目前他們講是有40多個國家有意願要加入金磚峰會 到底是誰能加誰不能加 訂出一個規則出來 好這裡頭如果把世界地圖攤開來看 你就會看出來了 目前是我們這邊放的是已經提出申請的國家 基本上呢除了在非洲南美這邊呢 有很多的國家都是同期的在加入了 而且呢現在還跨足到了哪裡 還跨足到了中東這一塊 好基本上呢 越來越多人要進來 這裡頭這個大家最在意就是沙烏地 因為如果沙烏地阿拉伯加入的話 會是一件大事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能源國家呢 還有他在傳統上頭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作為全球的影響力 這些都是讓大家會好好的來看待 金磚新成員 誰加誰不加 非常重要的一個點 而目前呢金融時報也在講啦 說北京呢就是希望壯大金磚來抗G7 好你們自己G7你們去開 但是我呢要當金磚國家這一些 國家南方國家我們的一些巨頭 好另外彭博的講法則是說 嗯我不認為它可以變成抗G7 日本的大本營 甚至還很看衰它 說連集團都撐不上 原因就是因為他們裡面各有各的國家利益 他嗆它絕對凝聚不了共識的 甚至外交政策 直接講你們想要來對抗西方做白日夢吧 其實現在呢在國際上頭看到了習近平 他有一些想法之外 國內的部分他可能必須要有更多的一些作為 因為目前呢還有三道紅線 在中國的房市的部分 紐石直接嗆它是已經危機失控了 而且呢他們甚至還有人是這樣報導的 他說什麼他說 這個美國智庫的研究員叫林荷莉 直接嗆說習近平他的核心官員 大多數不會講英文啦 所以不懂經濟跟歐美啦 因為這樣中國短期內難以復甦啦 這是真的還是假的美國專家講的 但是呢必須要知道是中方是有作為的 中方現在呢除了他們內部有很多的內室的調控之外 李強也說話了 總理他怎麼講呢 他說中美關係還有經貿合作確實出現困難 大家得拿出誠意 我們才能繼續往下走 不然的話你是不是要就看到這樣的新聞啦 美國的黃豆有可能會被打入人工喔 因為大陸這邊算是大的農業進口國嘛 它七月進口已經銳減了有六成 但美國這可能對您來說都是一個蠻大的數額 因為這一些就是雙方經貿的往來了 那就會影響到內部的一些問題 回過頭要請教政院委員怎麼樣來看 習近平呢他現在是已經前往南非 也抵達南非 還要對南非進行國事訪問 習近平主席帶著所謂的 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蔡奇出席 大家會聽說辦公廳主任沒有很大 那是因為我們對體制的不了解 因為蔡奇是中共政治局常委 也是中共書記處的第一位書記 又是辦公廳主任 辦公廳主任反而是最後接的 簡單講他就是中國共產黨的秘書長 大白家 就是黨主席下來要管東管西就是秘書長在管 他去不是要做什麼政治宣傳任務 大家都誤會了 他其實是中國共產黨裡面最有能力調度資源 就是習近平要調度資源調度人馬 他就是其中的樞紐 所有的公文都經過他手上 這樣你就知道這個秘書長的重要性 就是跟民進黨的秘書長 國民黨秘書長的地位是一樣的 這個金磚的峰會有人把它說得很了不起 有人把它說得一文不詞 那你就讓他們去說吧 的確他剛開始組成像G7 G20 這種比較鬆散的組織 可是他設了一個新開發銀行 就開始要進行小IMF的工作 就不太平常 剛開始設的時候 說的確 中國那時候剛設的時候 雖然是比較有錢 可是印度沒錢 俄羅斯也沒什麼錢 如果跑來個沙烏地阿拉伯 那就不太一樣 別的沒有 現金最多 就是沙烏地阿拉伯 所以從這個角度 高盛當然講說 沙烏地加入金磚國家組織 是個大勢 我承認這是個大勢 會改變金磚國家 窮國家的結構體質 會往相當有錢的方向去走 也就是會變成什麼 一個窮地主 變成一個有錢的土豪 這個發展過程是避免的 但另外一方面 有人看摔他 他說你金磚國家要抗G7 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G7加起來GDP真的很大 大概整個G7占了全世界GDP 快要將近三成多到四成 那你這個金磚國家組織加起來 大概只有兩成多 從這個角度來講是沒有錯 但是假以時日 我們沒有人敢預測的未來 還有說連集團都稱不上 的確他沒有什麼安全跟政治的議題 也不會發表什麼台海聲明 也不會發表什麼 這個俄烏戰爭的聲明 基本上不會 所以這樣說也沒錯 可是是個經濟集團 不是個政治集團 又非常的明顯 然後說要替代西方主導的秩序 那外交政策雜誌說這是白日夢 不是 西方主導的秩序 不是李顯龍講正在崩潰中 在崩潰中為什麼要取代你 莫名其妙 就等著你崩潰就好了 各走各的路 所以他們可能是想太多 有關於黃豆的事情 完全是老天爺的事情 跟政治沒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中美在前段上和和好好 有時候吵架有時候 那個時候巴西的黃豆價格 因為天氣太好 收成太好 就比美國的黃豆便宜三成以上 中國大陸很多進口商 都根本取消美國訂單 轉過來買巴西 去年年初就發生了事情 所以今年巴西黃豆 佔中國的進口量六成 美國掉到三成 這個是經濟秩序 真的沒有要給美國下馬 下馬會從黃豆開始 用得太小氣了一點 但是大陸的房地產 在2020年通過了三道紅線 我公開呼籲要馬上取消 因為當時在新冠肺炎的時候 做這個政策不能算是錯的 現在解封以後 這個政策很明顯就是要改變 不改變 製造不必要的麻煩 因為上面稍微嚴格 到了底下的銀行 都通通拼命收銀 跟這個造成現在中國的 信貸額度一直往下掉 這不是好事件 三條紅線一定要取消 好 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廣告回來 我們繼續請專家點評 我們剛剛講到金專峰會正在召開 但是很多人說了人在南非的 習近平可能也要煩惱一下國內經濟 原因是因為紐石直接說了 現在已經要危機失控了 請教老師怎麼看 我覺得唱隨中國經濟的已經幾十年了 那麼就讓他們繼續唱下去 裡面有一點他們說 因為他們不懂英文 所以他們經濟搞不好 這是鬼話 周恩來也不懂英文 周恩來執政很厲害的 鄧小平也不懂英文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也是很厲害的 王毅也不懂英文 王毅的外交長才你也不可以小覷 現在當今全世界 有哪一個國家的外交官 外交部部長能夠有王毅這個才幹 那中國大陸習近平上來了以後 中國大陸的整個 在國際間的影響力跟領導力之強大 那這個也不容小覷 所以我覺得把會不會講英文 說成是能不能執政 這簡直是鬼話 坦白說 你外國的領導人有幾個會講中文 沒有幾個吧 有幾個會講日文 也沒幾個吧 尤其是美國 美國的官員有幾個會講中文 有幾個官員會講第二語 對 這簡直是可笑的事情 就是說這麼低智商的話 他講得出口 那還稱為專家 好 金五不要小看 金五基本上來說人口數 其實G5的GDP已經超過這個G7 這是在幾年前的最超過了 就是以PPP的角度來看的話 那我們也留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說 現在的這些國家要加入的時候 他們的影響力會更加的擴大 不要忘了美國在實施經濟制裁的時候 尤其對俄羅斯實施經濟制裁的時候 G5的國家美國不太敢動 例如說中國大陸 例如說印度 例如說南非 例如說巴西 美國敢動嗎 不敢動他們 各位想想 當有越來越多國家加入G5的時候 加入金磚五國的時候 你G7再要敢制裁金磚的國家的會員 那他們自己要顛顛自己又幾兩種 所以我個人認為 為什麼金磚成為這麼大的 全世界都在矚目 就是因為它的影響力跟力量 事實上已經超越了G7 G7這次辦的時候在廣島 辦出來以後誰理他們了 他們已經制定不了任何規則了 好 到底要怎麼樣來看 原因是也有專家講了 你們這個金磚五國是沒有辦法 變成一個對抗的大本營 連集團都撐不上 很看碎他 我們等等 邀請閻老師來幫我們做總結 好 我們剛剛講到了 在金磚五國 現在要請教閻老師 您怎麼樣來看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現在有人看好它 但是也有人說 拜託 怎麼可能做白日夢吧 我覺得當然就是說 金磚五國剛才蔡委員也提到 它根本不是一個政治組織 所以大家要擔心的是說 前一陣子 第一個是成員國的擴張 會不會有影響力 當然會有 第二個我覺得是前一陣子討論最多的 會不會搞一個新的貨幣出來 取代了美元 美國當然會覺得說如果今天有更多的成員 如果我們假設就是國際貨幣基金會這種 所謂的一籃子貨幣 那中國的比例會降低 那中國的比例會降低不是很好嗎 可是一看這些候選人 候選的國家 什麼沙烏地 阿拉伯尼合大公國 巴林 全部都是產油國 產油國要是真的全部進去以後 第一個可能就是美元交易 在石油上面可能就會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美國他們會特別緊張 因為其他國家真的我相信他們會歡迎 這麼多國家進來 可以沖淡中國在這個地方的主導性 對不對 因為有更多的 但是就因為有那麼多進來以後 發現都是產油國 你看包括委內地亞都想進來 還有伊朗 伊朗也想進來 這樣子進來的話 那真的是產油國要是進來 那美元交易這個事情就結束 就是說被取代了 我覺得這個是美國可能更擔心的部分 但是我覺得金磚五國 其實也有各自的一些利益在考量 特別是印度 不一定跟著大家走 但是我覺得 你不要把它硬打成一個集團以後 讓他便逼他走上 跟你們去對抗的路 你說印尼會想要跟 印尼也是G20的成員 對不對 他一定也是很想跟西方保持好的關係 但是你如果今天就認為說 只要加入金磚就是我的敵人了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美國 希望美國不要那麼黑白分得那麼簡單 就是你稍微有點判斷力 應該是把它 就認為說 越多成員在敵對的陣營 大家溝通的管道越來越多是好事 而不是說今天一定要一分為二 把它分成這兩個不同的陣營 好像金磚就是要跟G7對抗 你們金磚很多國家跟這個G7 都在G20裡頭 對不對 也是應該可以共存共榮 所以有人就在講說金磚有沒有可能 來變成這個南方國家 在參加G團體前的一個會前會 就像是G7大家會講 他們先開完會之後 然後再一起到G團體 那這樣是不是就會變成說 真的是南方國家跟西方國家 會之間變成一個抗衡或對抗呢 這大家對於金磚未來 有沒有可能發展成集團化 一個廢話